秦夕把它翻过来 拂开上面的灰尘 看到隆起的那一面 刻着繁复至极的图纹 墨天歌定睛看了一会儿 只觉得这些图纹悬傲无比 似乎蕴含着无尽的变化 阴阳 五行 生死 乃至红尘万千 因果无数 天歌 耳边缠了一声成鹤 墨天歌 木然惊醒 怎么回事 秦夕问 墨天歌有些后怕的默默心口 这东西不得了 肯定不如我们这一届 哦 秦夕仔细地看了一遍 虽然也觉得悬傲 却没有他那么深的感触 墨天歌指着上面的花纹解释 你看 这些图纹里 蕴含着阴阳 五行 因果 红尘 甚至还有六道轮回 随着他一一解释 秦夕神色越来越凝重 居然如此玄妙 你对阵法了解不多 所以感触没有我深 我可以肯定 就连上古也不可能有这么玄妙的东西 必是先人 乃至上神之物 墨天歌的语气斩钉截铁 他的阵法传承自玄机阵书和墨药卿 这两者都是现实所能达到的阵法的最高峰 徐天静美又有许多上古乃至太古的书籍 可以说 他是当今世上 对上古正法水平最了解的一个人 他可以肯定 这些花纹绝非修仙者的手笔 最低也是先人的东西 秦夕想起洛神渊的传说 低声道 两名天神在极西大堂出手 其中一名天神一锦拼响 形成了洛神渊 只怕 极西传说中的天神 并非修仙者 而是真正的仙人 只要人类不灭绝 曾经发生过的事 会经由各种传说流传于世 莫天静盯着地上的东西 半上厚道 你看 这像不像一面镜子 秦夕点点头 忽悠笑了 哼 就是太大了些 这分明是手精的模样 要用这么一面镜子 那人得多大 莫天静玩儿一笑 既是法宝 自然可以随心意大笑 这镜子 应该是斗法之时损毁的 才会维持斗法时的大笑 这个道理 秦夕当然知道 他只是开个玩笑 玩笑过后 他沉引 这么看来 洛神渊 真是一个仙人的战场 所谓西灵粉 其实是这件法宝的材料 是啊 难怪我们寻遍点击 也找不出西灵粉 是什么东西 原来是仙人法宝所有 说着 莫天歌浮想连篇 既然这里是仙人奏法之地 会不会还有其他宝物呢 快 我们去找找 拉了秦夕 便要挖地三尺 秦夕失笑 你以为仙人法宝是什么 遍地都有 找找吗 又不吃亏 好吧 放过这个机会 确实挺可惜的 洛神渊中充斥着古怪的钢峰 又没办法全力使用神石 除了挖地三尺 好像没别的办法 莫天歌干脆把徐天静中 四只灵兽连同石头 全部放了出来 挖地 四只灵兽一听 脸色各异 小凤反应快 立刻说 那我去那边 小凡乖乖应声 哦 那我挖哪里 飞飞脸色半黑 看看小凤 又看看小凡 忍了 石头 走 自从灵兽们 纷纷化形 他也失去了 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 确信他有石头 无论干什么 石头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小伙却道 主人 这种事我干不来啊 不如 让我跟着你们吧 乌溜溜的眼睛 转来转去 面带祈求 莫天歌眉毛抽动了一下 你跟着小凤 记住 听小凤的话 哦 小伙垮下脸 趁他没注意 甩了小凤一个白眼 走吧 小凤笑笑 倒没看到 脸着小伙就走 转过身 两只手全捏了捏 联手之间 暗潮汹涌 莫天歌哪会不知道 小伙爱玩 小凤 总是管教他 所以 八街化形以后 小伙 时不时地 下点半子 可惜他 技术太低 完全玩不过小凤 可以预见 等会儿回来 又要哭爹喊娘的告状 小凡 你跟着我们 哦 相比起来 小凡就是个乖宝宝 说一句 做一句 两个人 四只灵兽 哦不 五只 把洛神渊 难去的地方 都刮下一层地皮 也没找到任何 法宝的残留 只发现了一些 斗法的痕迹 天歌 你有没有觉得不对 莫天歌不明白 他的意思 有吗 哪里不对 秦夕想了一会儿 摇摇头 也许 这是错觉吧 总觉得这里太干净 除了这件法宝 嵌在山壁里 其他东西 竟然一点也没留下 难道你的意思是 有其他人来过 不好说 秦夕没想出头绪 也就不提了 算了 就算有 我们也没办法追查 回去吧 把灵兽 全部招回徐天静 两人启程 回玄清门 前几天 灭无伤从狼图山回来 表示自己大有收获 要避个小关 准备一些保命之术 而杨成姬和林云鹤 刚刚联系上 也说要一段时间 才能过来 这正好给他们留出了 炼制法宝的时间 两人没拖延 也跟着毕个小关 马不停蹄地 炼制法宝 这一次还算顺利 有了足够的西灵粉 再加上 镜矿上的花纹 给了墨天革很多启发 历史数远 新法宝 终于出炉 在《徐天静》中 试验一番 两人对新法宝都很满意 能攻能守 无形无掷 令人防不胜防 这件法宝 单凭材质 就能算是世间顶尖的法宝了 此宝与你斗法风格甚合 有了此宝 你的实力将不在我之下 秦熙把这件命名为 混沌画天河的法宝 放到他手上 墨天革没客气 他知道自己 进阶中起 根本就是占了 琥珀的便宜 实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论修为 他如今与秦熙 在同一境界 可斗法的话 就不吉他了 而且 秦熙一向专注 对他而言 有知鹊之功就够了 再多法宝 反而分散了精灵 闭关出来 古剑派传来消息 杨成姬和林云鹤 已经到了 墨天歌和秦熙 当下去了 镇阳道君的洞府 将此时告知 这件事 他们之前提过 镇阳道君已然知晓 此时说道 守静 轻微 先前你们去云中 师门 谈不出人手 如今局面良好 我欲使灵犀 与你们一同前去 你们可愿意 自然愿意 清晰道 我们此行 并非寻宝 人手越多越好 镇阳道君点点头 其实 你们三个都出去 本座有些不放心 但玄英和妙依 为宗蒙忙碌了几十年 如今正闭关 怎么也不好打扰他们 灵犀如今正直突破关口 跟你们出去经历一番 对她也有好处 秦夕共生 是 我们一定与灵犀师弟 同心协力 守望相助 镇阳道君温和地笑 哈哈哈哈 历派数万年来 我们玄清门 未必是最强的门派 却一直是最和谐的门派 这是我们历派的根基 我相信 我相信你们都会平安归来 勉励了一番 镇阳道君又道 镇和华岩两位师弟 从宽忠臣送回来一些东西 另外 本座也有些东西送给你们 说吧 递给他们一个钱宽袋 秦夕接过来 略为一看 惊到 镇阳师兄 这 安心收下吧 镇阳道君微笑看着他们 你们是玄清门新一代的希望 为宗门的未来付出那么多 值得这些 是 千言万语 最后只这么一句 我们都会平安归来 数日后 莫天歌 秦夕 灭不伤 连同联西道君 一起离开了太康山 去往古剑派 四名原音修士 同时上门拜访 惊得古剑派的接引弟子 眼珠子差点掉下来 慌忙前去禀告 锦行者没有耽搁 立刻把他们引进来 相比起太康山 古剑派的增门驻地 要险峻得多 锦行者的洞服 更是如此 这家伙 选定了一座孤峰 作为洞服 直上直下 根本无法助人 他一人 独居风顶 只留了两面 只是弟子打理 端得 清冷孤傲 高然风范 墨天哥 嘖嘖赞叹 一人独居一风 古剑派 好大的手笔 锦行者 浓浓嘴 倒手笔在那儿了 他指的是 最后面的一座高峰 那是古剑派 最高的一座山峰 相比起这座独峰 那座高峰 更显气势 风景 也更佳 墨天哥 虽是第一次来 却也知道 那就是园英建村的洞服 所在地 他笑道 园英前辈 分明拿你当继承人 培养 将来那个 还不是你的 听了此言 锦行者连忙摆手 这话可不要乱说 我们这儿 还有两位师兄呢 一副 我很谦让的样子 墨天哥和聂无商 一起翻白眼 秦夕不禁笑道 锦道友 你什么时候 心事这么谨慎呢 我一直很谨慎 锦行者说 其实 没离开古剑派之前 他在门派 一直很谨慎 福林建尊 那派的人 时时颠着他 不谨慎 就会被抓到把柄 只是他本性 万事不公 离开古剑派之后 难免放大了一些 进了洞府 林云鹤和杨成姬 已经等在这里了 几人一番剑里 各自做了 几十年不见 两人都进阶中期了 墨天哥打亮几眼 杨成姬一如既往的沉默 看不出什么 林云鹤眉宇间 少了许多玉色 看起来 这些年过得不错 看着他们 林云鹤笑道 以前真是看不出来 非但秦默两位道友 出身名吗 连井道友也是不凡 聂道友 更是天际第一修士传人 我说你们天际修士 怎么回事啊 全都跑到云中 叫我们云中修士 无地自容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